冠军咯冠冠军咯 恭喜中国女兰重返亚洲之间 夺取了亚洲杯冠军 那中国女兰战胜了日本队 正式结束了日本在亚洲杯的五连冠 那这次女兰夺冠那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李月如 黄四健 武童童那都打不了 队长杨立维那也在半决赛中受伤了 那缺少四大主力的情况下 那我们中国女兰也完美诠释了四个大字 无畏金兰啊 那整个亚洲杯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借口 以不败战绩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 那真是太太太厉害了 那正没指导的战术啊也很有针对性 但有一个战术让我印象深刻 那就是找叙叙找叙叙 那最终韩序啊也不负重望 全场狂砍了26分十篮板两个封案 那简直就是大魔王的存在啊 叙叙也凭借出色表现 也当选了亚洲杯的MVP 那绝对是当之无愧啊 除了韩序之外 李梦和王思雨也有出色表现 那他俩分别拿了17分啊 尤其是李梦第四节的关键三分 那也是功不可没 他在中国队的作用啊 呢无可替代 无论怎么样啊 能为国家争取荣誉 那就是好样的 王思雨呢 突破和三分球也很犀利 能在外线和海叙摇相护应 还能用突破遭杀伤 那一点都没掉链的呀 反观日本队这边呢 那这个大哥呀笑了一整场了 最后时刻拉了脸了 那可把我给笑坏了 那至此中国女篮女足 那都得亚洲杯冠军了 我们男篮男足 啥时候能偷冠呢 也让我们开心开心吧